下面咱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我们先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他说但是这个竞争不一样了 But the competition of man against man is not a simple process envisioned in biology 咱们刚才见过这句子 他说但是这个竞争什么呢 of man against man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竞争 这个man是人类 人类和人类之间的 人人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呢 并不是像在这个生物学中 所设想的那种简单的过程 就是人跟熊撕不起来了 咱们什么打起来了 用暴力这么去对抗 这个竞争形式变了 激烈程度一样 但形式不一样了 of man against man 后制定语修饰这个前面的竞争 invisioned in biology 就是过去分子短语 做后制定语来修饰这个simple process 那么在生物学中被设想的 那种简单的过程 就是这个竞争已经变了 怎么个变化呢 咱们看第三段第二句 他进一步说了 是怎么一个变化 怎么一个竞争呢 咱们看下句 他说了 It is not a simple competition 周遭的这个物理世界这个环境 所决定的固定的食物量的这个竞争 我们古代竞争主要是争夺食物 这个东西你一吃了 我就没有了 食物量是有限的 这个competition 从for开始一直到environment这儿结束 这是后制定语修饰competition competition for 为了什么什么的竞争 可以看错 然后determined by physical environment 明显是后制定语来修饰前面那个 fix amount of food fix表示固定的 它不但表示位置固定 也不但表示什么数量值 时间固定的也行 这是它比较抽象的含义 并不是这样为这个的竞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到极末 原因状欲从具 因为这个环境 什么环境呢 再加定语从具 determined by civil evolution 决定我们进化的这个环境 现在已经从大体来说 基本来说呢 主要来说呢 已经不再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方面的竞争了 这个physical表示物质上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这么一个 大多数是什么 什么智慧呀 什么商机呀 这方面竞争 跟古代的为吃的竞争 已经性质完全不一样 这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咱们看一看 这competition competition表示竞争 都知道 为了什么的竞争 学着本文中 我们加这次for 这个我们都弄熟了 就是一个字熟 把它弄熟了 比如说看例子 competition for the job was intense 为了这个工作的竞争 为了这份工作的竞争 怎么样呢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激烈的 这个intense 类似于刚才那个fears 那 在争抢这个 这个上一个职位 再比如说 we're in competition with several other companies for the contract 我们现在正在 跟其他公司在竞争 竞争什么呢 竞争这份合同 为了这份合同的竞争 competition 和我们这跟for搭配 contract是合同 in competition with 竞争开放的并动词后 表示与某人竞争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总之 对竞争 对什么的竞争 我们加这个for 再回到去中 本文中是对什么的竞争呢 a fixed amount of food 这个fix是固定的 这个它本身可以表示 这个东西被固定住 被定住 粘住 动不了了 也可以做派生意 抽象的固定 时间固定了 地点固定了 或者这个数量固定了 后面用amount是正确的 因为food里边是食物 指食物的数量 是个不可数名词 amount就是不可数名词 是正确的 咱们重点看一看 如果是fix固定的 这么一个时间 或者数量 或者是含义等等 它不能被改变 就固定的 它不一定是物理上 只抽象的固定也行 这个咱们注意 咱们要注意去学习模仿 咱们要会用 a fixed price 固定价格 这个价格不能在砍价 固定的用fixed 再比如说 the contract is for a fixed period of three years 所以这个合同呢 是用固定的期限 是三年 这么一个固定期限 不能改变 是不能改变的 再比如说 the interest rate on the loan is fixed 这个贷款的利率是固定的 它后面不会起伏固定利率 固定的就fixed 比如说 并不是为了固定量的食物 由我们的物质上的环境 所决定的固定量的食物 这个by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这个physical 我们再看一看 它可以表示物理方面的 也可以表示我们身体的 非精神的 在这儿是表示物质方面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个还得注意 咱们翻译的时候 别翻译所 什么意思呢 connected with things that actually exist or are present and can be seen felt etc rather than things that only exist in person's mind 就是与什么相关 与这些事情相关 什么呢 它真实存在 或者确实是在场的 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而不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存在的东西 所以叫physical 物质上的实实在在的 真实而具体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们都可以用physical这个词 它未必是物理学 也不一定是身体方面的 你比如说 the physical world 我们整个物质世界 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 而不是精神世界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本文中 我们说了物质环境 周遭的这个 实实在在的 能看见摸得着的 这个环境 你像还有我们在后面会出现的 这个physical weapons 在本文的263页第18行 就是看得见摸得着 实实在在的这个武器 物质上的武器 就不是那种精神文化武器 就是手里能拿着的 这种物质上的武器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Is there any physical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a crime had been committed 我说咱们有没有一些 实实在在的一些证据 能够这个表明 这里发生了一个罪案呢 实实在在的证据 而不是虚无缥缈的 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类似于咱们以前说过的 tangible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的 这是physical 好 真的已经不是为了我们物质环境 所决定的固定的实物而竞争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决定我们这个进化的 这个环境已经不在 这个大体来说是物质上的了 主要是在其他方面的竞争 好 后面第三句话进一步来说 咱们看下去 他说 Our environment is cheaply conditioned by the things we believe 他说我们这个环境啊 cheaply主要的了 主要是由这个我们相信的 信仰的这个东西来决定的 这个condition 这个表示限制或决定 就类似我们说determine 使用我们相信的东西来决定的 就是现在的竞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 环境已经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那么 后面by the things we believe 整个后制度修饰前面那个 这个做状语 来跟前面那个 be condition来联用 这是一个方式状语 由什么来决定 由他来决定 by the things 后面we believe 这个是定义通句 修饰前面那个things就好了 我们相信的事情 我们的环境是由我们 主要是我们相信的东西来决定的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condition condition 它表示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 or determine somebody something 就对某人或者某个事情 有重大的影响 或者翻译成决定了它 决定 看例子吧 看搭配 首先用be conditioned by 确实用被动常见 我们多跟chis by搭配 本文中正是这个用法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we are all conditioned by the society and age we live in 我们都深刻的受到了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 和时代的影响 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 是吧 或者直接反正我们都是 由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 或者时代来决定的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事 是由这个来决定的 因为受到它深刻的影响 再用说 what I buy is conditioned by the amount I earn 我买什么东西 是由我赚多少钱来决定的 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 就量入为处 什么一个 好 这是be conditioned by 由什么什么来决定 condition还有更多的含义 未来在第四段 在我们会还会碰到 把这个先记住 好 它下面举了一个例子 你不先看 是不是由我们相信东西决定 不是物质环境来决定 下面看第四句 它举了维度相同的两个城市 做对比 它说 Morocco and California are bits of the earth in very similar latitudes both on the west coast of continents with similar climates and probably with rather similar natural resources 它说 摩洛哥和加利福尼亚 这两个地方 都是地球上的小块地方 这个bit 小片小块块 就是地球上的小点点 小块的地方 in very similar latitudes 可以看作一个 后制定语来修饰这个小块块 在非常纬度地区 类似的纬度地区的 这个小地方 这个latitude做复数 可以不叫纬度地区 latitude本来是纬度 做复数是纬度地区 而且呢 我们后面这一大堆 both 一直到句末 为什么黄颜色的呢 这一大堆 都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它不是句子 所以在前面也没有加连次 前面是句子 后面不是句子 独立主格结构的 逻辑主义就是bose 逻辑主义 它指的是 Morocco and California 这两个地方 怎么样呢 后面一直到句末 on the west coast of continents 一直到句末 这明显是 独立主格里面的 非微动词形式 省了着being 可以看到bose being on the west coast of continents 那个being被省了 咱们讲过 独立主格和 非微动词里面 出现分词being 可以去掉 好 然后呢 都在大洲的 这个所在大洲的西海岸地区 都在大洲的西部 并且后面一大堆 后制女在进一步限定它 大洲的西部地区 这海岸地区呢 怎么样呢 这west到巨末是修饰这个west coast吗 怎么样的西部海岸呢 西海岸有相同的气候 并且有可能呢 有非常相似的自然资源 这个地区 就是摩洛哥和加州 你看都在 维度地区一样 都在大洲西海岸 对吧 那气候也类似 而且可能连这个自然资源也类似 就这么 你看这两个地方 物质环境是类似的嘛 物质环境对吧 维度 温度 湿度 各方面 自然资源都类似 这物质环境 按说呢 这个人们也应该一样才对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边有一些小的地方 需要去关注 首先看一看这个latitude 咱们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latitudes 如果去掉as latitude 表示维度 这没错 如果用复数呢 它本身就pl 就plural 用复数了 表示什么意思呢 an area at a particular latitude 在某一个维度的这么一个区 咱们叫维度地区 叫latitudes 不用说area of什么什么 用着了 本身复数就是维度地区 咱们看搭配 而且借次一般跟in搭配 本分钟in very similar latitude 就是跟借次in搭配 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the birds breed in northern latitude 这些鸟在北部的维度地区 比较靠北的维度地区 在这来繁殖 in northern latitude 就维度地区比较靠北的维度地区 再比如说 the plant grows best in cooler latitudes 那么这种植物呢 在比较寒冷的维度地区 生长最好 就是它不能 这个环境不能太热 在比较寒冷的维度地区 在最好 后面进一步看读里主文 booth on the west coast coast就是海岸的意思 在西海岸 这个地方叫on 维度地区 在某个维度地区叫in 在海岸加借次岸 比较常见 咱们再看一些历史 a town on the south coast of England 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一个城镇 在南部海岸 再比如说 a thriving holiday resort on the east coast of Italy 在意大利东部海岸地区 一个欣欣向荣的度假圣地 resort表示圣地 大家都想去的地方就好了 这是在海岸 你看这两个地方 摩洛哥跟加州 这个维度类似 都是大洲的西部 而且自然环境类似 气候类似 资源也类似 但是 这个你看 现在发展情况就完全不同 看下面第五句 他说 yet their present development is wholly different not so much because of different people even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thoughts that exist in the minds of their inhabitants 他说啊 与其什么什么 还不如什么什么 这是个固定搭配 这个他说 与其呀 说是因为这个 人甚至可以这么说 与其说是人不同 确实 这两个地方住的人不同 还不如说是因为啊 这个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居民呢 他们在他们的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个观念的不一样 与其说人不同 不如说大脑中观念 它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很多的东西值得咱们好好去这个钻研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not so much 什么什么even 这都是语气词 not so much because什么的even 这个even呢 你看我们怎么翻译啊 然而他们目前的发展程度完全不一样 甚至可以这么说 甚至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个even 这个与其说是因为这个 不如说是因为那个 这个so much 这是个与其 与其怎么怎么样 当然它经常跟not放在一块 后面呢 有时候用but 有时候用s 总而言之 与其说是这个 不如说是那个 咱不翻译成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与其说是 还不如说是 这是一些小的与其词 咱们来看看一些例子和固定搭配 not so much 除了跟这个but搭配之外 跟s搭配 也很常见 甚至更常见 与其说是 不如说是 你比如说 she is not so much poor as careless with money 它与其说呢 是穷 还不如说是 花钱 比较不在意 比较大大力量 大手大脚 最后穷了 与其说这个 不如说这个 其实它不穷 这么一个词 the details are not so much wrong as they are incomplete 这些细节 与其他们说是错的 不如说什么不完整 其实它并没有错 只不过不完整 与其是 与其说是什么 不如说是什么 这个not so much 注意这个翻译 注意这个翻译 那么这个 与其副词的翻译呢 非常灵活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看看在这些搭配里面 是怎么翻译好 比较好 比较说 the holidays ended all too soon 这个假期 结束的太快了 但是加了一个副词 all 不能说全部 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 这个all 在这些副词 加强语气 语气副词 假期结束的 实在是太快了 再比如说 I'm only too ready to help you be too 如果表示 什么乐意的 什么什么 什么高兴的 容易的 等等等等 它一般表示 做什么什么 非常如何 这个在28个 病人和医生讲过 这不翻译成太怎么而不 我非常乐意帮助您 这个only 在这 跟那个all 类似 也是个语气词 我实在是 非常乐意帮助您 实在是太愿意了 I'm only too ready to help you only 也是个语气词 就是语气加强罢了 再比如说 I did so see him 我确实看见他了 I did so see him 是我看见他 I did so see him 加个so 确确确实实看到他了 是语气 进步加强了 再比如说 No I won't help you so dare 不 我不想帮助你 你帮我怎么样 我就不想帮 so dare 你拿我怎么样吧 这是跟对方叫号来 是这么一个 组织 是语气复词 你拿我怎么样吧 我就不帮 这么一个 这几个有趣的 可以放在一块 不能记住 所以说呢 这个两个地方 你看物质环境类似 但是目前的发展 截然不同 这已去说是 因为人不同 不如说是居民 inhabitant居民 居民中 头脑中所存在的 思想观念的不同 后面 后面进步说 看下一句 他说 This is the point I wish to emphasize 但是这就是我想 要强调的这个观点 引出了本文中主题了 就是人的观念 thoughts 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权力因素 不同的维度地区 你看国家 差别这么大 不是人不同 人的肤色不同 而是人的观念不同 这个I wish to emphasize 当然是定语 从既修饰这个point 相当于which I wish to emphasize 省略到的观念 但是which 所emphasize 并语强调嘛 wish to do 这个不反映 我希望某日会发生 而我想要去做模式 wish to do 就是want to do 但是它比want to do 更正式 它比较转文一些 比较正式的一个说法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wish to do 用于正式书面语 这类似want to do 和like to do 有的时候也用 hope to do 就我想这么做 我希望要强调的 就是我想要强调嘛 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hope和wish 后面如果加并语从句 这用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wish加并语从句 是希望什么呢 一个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wish后面加并语从句 一般用虚拟语系的 而hope后面加并语从句呢 一般是表示可能性比较大 它用正式语系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hope to do wish to do 这个用法几乎一样 都是表示想要做模式 只不过wish to 更为正式一些 咱们进一步看些例子 she wishes to be alone 她想一个人待着 不希望别人打扰她 就是she wants to be alone 一样的 再比如说 I wish to make a complaint 并不是我很希望 渺茫的希望 就是我想 我想要投诉 I wish to make a complaint 但是用wish to 比较正式 比较庄严的用词罢了 这就是我希望 要强调的这一点 就是我想强调的这么一点 是这么一个 好 这点是什么呢 在第三段段末引出了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our environment is the state of our own minds 就是我们的环境中 最重要的因素 是什么呢 是我们头脑的这个状态 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factor 后面那个 in our environment 后置力于修饰这个factor 我们环境中的这个因素 是什么状态 of our minds 就是后置力于修饰前面的状态 是我们头脑中的这个状态 这是引出了这个思想的状态 思想状况最重要 引出了整个45克的重心思想 做着说 决定我们现在的发展程度的 最关键因素 决定我们环境 这个决定我们的生存状况的 环境因素 不再是物质上的 而是人们头脑中的这个thought 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说的非常好 这是第三段 跟老师就看到这